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一趴在Rundown上面叫做 大家聊物理養成、物理出入與物理科普推廣 但是我剛剛說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當真心畫大冒險 今天我們有各種不同的可能 所以現在大家非常期待就是 怎麼樣讓這三位講者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好 那我現在手上其實有剛才大家寫的一些提問 如果說你們現在有些想問的話 待會也許可以大聲一點 我們現場如果聽得到的話 講者就可以回覆給你 掉了 佩玲 掉了 我幫你剪 我幫你剪 不然做人會哭 不會 謝謝 不會 對 那秀豪老師輕點這一題嘛 那我們就先從這一題開始好了 這一題是中輪高中洪敬明老師 在現場嗎 老師好 他要請問的是秀豪老師 請問 如何向高中生正確解釋 原子可穩定存在 有不用助播包含一點亮麗的方式嗎 您的題目在這兒 好 其實這非常的棒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費曼 那費曼的話 其實今年剛好是他百歲單身 那是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事 那他其實就有人曾經問他說 如果這世界就要毀滅了 然後你就只能寫一句話 你會寫什麼 他會寫說 所有的物質都是原子組成的 那我們接到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現在就知道了 如果我們現在就是世界要毀滅了 我們只剩下一個指頭 然後可以寫著的話 我們或許可以寫說 所有的物質都是原子組成的 而且原子是穩定的 這件事情其實當然 其實在高中是不太容易解釋清楚的 因為原子的外面有電子 電子在繞就會加速 加速就會放出電磁波 放出電磁波 能量就會減低 所以最後慢慢慢慢它會跑到原子核 所以你可以算出來 所有的原子最後都怎樣 都會消失這樣 所以最簡單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理解方法就是 剛才你把我剛才念的這件事情 無論你怎麼做 比如說電子是直直的掉進去 橢圓的掉進去 圓的掉進去 不管用所有的軌跡掉進去 你都發現它是彎的嘛 所以它都會加速 加速都會放出電磁波 然後放出電磁波 電磁波有能量嘛 你不信的話 你去摸一下你家的插座 你就知道了嘛 那 不然我們就不會有能源危機了 所以 最終的結論都一樣 所以很簡單 其實這個問題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問錯問題了 也就是你根本從來都不知道電子在哪裡 當電子如果今天不知道是怎麼動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一個分布了 那要了解這個分布背後數學難一點 有為難到我們的知識長 真是不好意思 那可是最終的結果就是 它可以以這種 你不知道我在哪裡的狀態 穩定的存在 所以要最簡單的解釋 原子穩定存在 其實最單純一件事情就是 你必須要能夠先接受 其實你並不知道電子確確在哪裡 它才有可能這樣 所以這樣子的答案你滿意嗎 喔 我非常OK 謝謝 那我要考試囉 蛤 怎麼 那所以你接下來 好恐怖的主持人 要怎麼樣跟高中生來解釋這個問題呢 嗯 就是 就是實際上在微小的尺度下 我們不知道電子在哪裡 所以它 在動 也不在動 大概是這樣 對啊 OK 大家掌聲鼓勵 好厲害喔 穿梭一下 那 因為在採訪當中呢 其實我覺得秀豪老師就是 他是非常會說人話 而且呢 他的好語錄呢 就是很經典 那所以我今天我想請問 因為剛才大家聽到了 這麼棒的免費演講 那 總編輯請教一下 怎麼樣呢 靠你所謂這個書寫 科普的書寫 然後來打造大家的這個專業知識 然後讓大家更有價值可以在 不用上4000塊的課 就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領略呢 沒有 沒有嗎 所以還是要付費 知道嗎 但是線上課程比較便宜 打一下廣告 好開玩笑啦 其實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 剛才其實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我們 要了解正常人是怎麼去看事情的 比如說我剛才講到原始人的案例 好 那很有好奇心的人 很有科學家思維的人 他會去做什麼事情 他會去測量草字搖擺的那個頻率嘛 好 然後去記錄數據嘛 觀察量測啊 然後甚至會很有實驗精神去撥開草叢看一下 對不對 那這些很有科學家精神的人 這些原始人 我們的老祖先 他都怎麼了 他都死了 所以為什麼科學家精神那麼難 就是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反人性的事情 科學家就是反人性的 就是他是必須要 用另外一個方式思考的 那大部分人就是我們趨吉避凶 我們就是覺得說 這個模式可能有危險 我就先逃了嘛 所以我的基因傳下來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活下來 就是因為我們的老祖先做了這樣一個抉擇 好 那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那大部分人會被什麼樣的東西吸引 基本上就兩個東西 好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們以前這個 原始人說我們有狩獵模式 狩獵跟採集對不對 好 那狩獵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是那些與眾不同的Pattern 也就是剛才那些搖擺的草枝 那採集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是那些你很熟悉的Pattern 也就是那些你吃過的訓類 你摘過 你吃過沒有讓你這個拉肚子的果實 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說狩獵跟採集 它需要的技能跟不一樣 所以這時候呢 其實我們大腦也有不同的模式 我們會用不同的 有兩種東西就會吸引我們 一種特性叫做親近性 也就是那些東西讓我們覺得很親切的 很親近的 我們大腦會自動去喜歡這樣的東西 它會讓我們感到高興 感到愉悅 感到好 感到正面 另外一種東西是什麼 就是新奇性 這感覺有點互刺對不對 不過一樣 它就是一樣會刺激我們大腦 讓我們覺得很高興 很快樂 很想要去接近 去新奇性 就是說最大的東西 最美的東西 最新奇的東西 最新的東西 第一的東西 最後的東西 反正就給人家就是很少的 那種很僅有的感覺 就是這些東西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所以我們就要掌握這兩個特性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內容傳達出來 讓人家感到有親近性 以及感覺到有新奇性 當然這並不是互刺的 特別對我們的在看內容 或是不管你今天呈現出來的內容 是文字也好 圖片也好 還是影音也好 你要是能夠掌握這兩種特性 基本上人就是會被這樣的東西吸引 就很單純 對 那當然重點是被這樣的東西吸引之後 裡面的東西到底是不是好的東西 因為內容農場也很會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內容農場超會的嘛 全世界最怎樣的什麼什麼 竟然出現在河南省的哪裡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去看這樣子 就很驚人 你就去看一下這個新聞 我會說 十五件最容易致癌的食物 你一定要知道 第七件簡直驚呆了 我的媽呀 就是 哇 這個實在是一定會吸引你的嘛 對不對 一定會吸引你的 好 所以做錯誤內容或假科學的內容 他們比做正確內容的人更懂這些方法 所以有一部經典的電影就告訴我們 清官要比貪官更奸啊 這部經典的電影叫什麼 九品芝麻官 九品芝麻官就告訴我們 清官要比貪官更奸 所以在座各位科學人 我們要比那些人 那些專門產出錯誤資訊的人 更懂這些技巧 我們才有辦法幫助到更多的人 大概是這樣 好的 非常謝謝 接下來請教Gino 請你的回答內容要有親近性 好嗎 他請教Gino說 請問物理專業的學生 畢業後從事跨領域行業 會有什麼樣的挑戰及困難 也許你剛剛有稍微提到一點 不過現在其實很多人如果說 假設他念物理 他也許對自己有一些疑慮 就算你們有物理的硬底子 但是怎麼樣用自己的熱身 用自己的視野去跨領域的學習 我自己覺得學習的mindset還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論你們在學什麼 例如說假如很多人應該也出社會工作 或是看到很多學長也出社會工作 其實你會發現大部分可能有一部分 20%到30%或更多的同學 其實畢業之後做的 跟他大學所學的不見得有直接的關係 像我好多念物理的朋友 不論 even念到PhD 結束之後去美國不論很好的公司 Google Amazon做的事情 像我有個同學在做在學 大學是學 研究所是學半導體 薄膜 結果他畢業之後 PhD拿到之後 他去Amazon做的事情 做Machine Learning 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他們所或是我們這個教育 所訓練下來 會讓你有一個很好的學習的mindset 那我覺得主要有幾個點 是比較是個性或是 或者是你在做事情的方法 你可以不論在什麼領域都可以用到 第一個就是對於不同的事情 真的就是保持好奇心 那當然就像剛剛講者講的 就是真的這會違反大部分人的直覺 因為過去假如你很有好奇心的話 你把那個草叢剝開 就是一隻獅子把它吃掉 那你可能就不會回到現在 可是在這個社會假如你沒有好奇心 因為現在的知識真的太多太多 你always在一個新的環境 新的工作都會碰到 你沒有學過的東西 假如你都很容易把自己封起來 就是我只做我會的 我只做我擅長的 這些跟我沒關係的我都不碰 那你很容易就走得很窄很窄很窄 你的天花板其實就會非常的明顯 假如你是很open minded 在很多事情上面 不論這個東西是你有興趣 你沒興趣 你都有那個興趣 想要去學它去了解它的話 我覺得在很多事情上面 你都可以開展一個新的事業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當你更實際來看的話 當你在做下一個decision的時候 這個你想要去的地方 可能離你很遠 那怎麼樣可以達到那個地方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實際的方法 就是跟去過那個地方的人 跟他坐下來 好好聊個天 講個話 去跟他請教 跟他學習 因為那個人 已經在這個環境下面做事情了 他可以給你的東西是 比你就直接在那邊想像說 我要怎麼樣去達到那個地方 是有很大的段距離的 所以例如說假如今天 我突然覺得 我不想要繼續從事商業了 我要像林教授這樣 開始我立志要去大學教書 要推廣物理學 然後希望可以讓這些 怪獸大學的學生都一心向學 假如這突然變成我的志向的話 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 趕快跟教授要個facebook 然後馬上下禮拜 看能不能去清大拜訪教授 我約一個兩個小時的喝個咖啡 請教一下說 教授是怎麼樣一路從學生 然後拿完PhD 然後一路當道教授 這個心路歷程是什麼 中間會遇到什麼樣痛苦的過程 有什麼地方 有什麼一些payball 那你聽他講完兩個小時之後 你就會覺得 那我還是不要當教授好 真的很多狀況是這樣 就是你會對於一個 你可能覺得很fantasy的東西 你會有一個向往 因為你都會聽到好的那一面 不會有人跟你講很多很負面的 然後你要打考評啊 你每年要被review啊 然後學生都不來上課 你要不要當掉他啊 內心的掙扎 就是這些東西是不會有人 在光綿彈簧的時候跟你講的 那很多時候就是 你第一線的碰到這些人 然後虛心的跟他們請教 坐下來 你就會很快的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你喜歡的 那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 你知道了狀況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有好多東西是不足的 那這些不足的東西 你就要想辦法彌補 例如說可能是語言 可能真的是專業知識 那專業是你可能看書 或是上網 或一文看犯科學 你都可以理解 這些知識你要怎麼彌補 那你會知道狀況 然後知道你的目標 想辦法彌補 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你要開始轉換領域 從一個你原本在做很熟悉的事情 去一個你很喜歡 你可能很嚮往 但你知道你自己還沒有 ready的地方 你想要去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實用的方法 當讓你們去一個全新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就是心態 然後好奇心肯學行的態度是最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樣實作 然後達到你可以想要去的那個地方 找到認識的人 找到在那個領域工作的人 找到對那個領域很了解的人 你可能虛心的跟他們請教 坐下來聊 然後了解哪些東西不足 想辦法彌補它 很多事情不是一觸可擊的 就是它需要時間 當你過去又沒有這些努力的時候 不要妄想我一年兩年 就可以達到跟別人過去累積十年 可以達到成就是一樣 但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未來的一年 你花比別人多十倍的時間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要有耐心 然後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你想要去的地方去 謝謝 為了呼應Gino說不要窄化自己 所以這邊有個問題 雖然我看不懂 但是因為他跟我的名字是2A1B 他叫林宏林在現場嗎 你的問題有點難 不過我還是照念好了 時間流逝與智質增加都是不可逆過程 兩者之間是否存有某些連結 比如用某些方式讓時間加速流逝 並產生某種東西 我想這應該是秀豪教授的吧 為什麼我 我記得我在1998年 已經考過我的博士考試了 為什麼我要在這樣子 推廣科學知識的狀況底下 回答這麼專業的問題呢 為什麼要為難主持人呢 這根本就是來抹黑我的 因為這最後就說 是誰把那個場子弄得這麼冷的 他說這是好豬教授 每次問到好豬教授 就是每次都講那麼專業的答案 為什麼要讓教授不說人話呢 問問題很重要 很可惡齁 那老師你可以把它用成一個 比較簡單的問題吧 我開玩笑了 其實事實上真的是很重要 我想我們在這世界上活著 你都會注意到一件事 你可能這輩子 常常打破玻璃杯 諸如此類的事情 還蠻容易的 你現在如果有玻璃杯 你就拿起來摔一下就好了 這是大家都有的經驗 不開心要講喔 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膩過來的另外一個能力 你都說布林被打破了 你看喔 你就可以收回來的話 真的 這是人類最棒的資源回收 你只要施掌你的神功有沒有 去垃圾場 我們其實只要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能源 所以很顯然把一個東西打破 跟時間的流逝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美國一個非常知名的喜劇員 叫King Carey 那他因為其實很擅長 就是可以倒過來模仿你平常的動作 所以當他在表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跟你平常看到的動作不一樣 所以到底 那玻璃杯打破 在物理上的話叫傷值增加 就是他變比較亂 所以感覺好像就是 時間隨著時間流逝 這世界就變得越來越亂 那這個背後有一個非常專業的名詞 叫做熱力學第二定律 這樣有沒有很成功 我把場子弄得很冷啦 好 好 感謝大家還在笑 那可是在物理學底下 你認真思考一下 你從以前很小學 比如說 Galilio就是把什麼東西丟下來 然後不是有個等式嗎 對不對 從國中就開始背 就是高度是所有的東西 後來到高中之後 你可能學到F等於MA 那是個等式 如果你繼續學 學到大學之後 你可能會學到什麼 Maxwell equations 就Maxwell方程式門 就是四個 可是它也都是等式啊 你繼續學 會學到Sone equation 你就突然發現 在全物理學裡面 在全物理學裡面 只有一個不等式 就是這世界會隨著時間 越來越亂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科學家的話 你應該合理的懷疑 大家都是等式啊 只有它是不等式 等式可以導出不等式 應該不會 所以不等式可能是幻象 是你個人的幻象 那我自己個人 確實也這麼覺得 這個不等式 是你個人的幻象 你之所以會有這個幻象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宇宙 在一開始Big Bang的時候 是處在一個比較有秩序的狀態 所以你會發現它越來越亂 如果你的宇宙一開始就很亂 那我們宇宙 你看到的現象 就不會長這樣 可是我們宇宙不夠亂 為什麼 各位現在還坐在椅子上 椅子也沒裂掉 你的手機也還能工作 那更糟糕的是 你大腦還能思考 那這些事都在在的證明了 這個宇宙的亂度 事實上是蠻低的 那因為宇宙亂度蠻低的 所以它本來就有比較大的機會 會變成比較亂 所以這不見得跟時間的流向 會連結在一起 可是因為這有錄影 這是公開的場合 所以我只能跟你講說 這一個問題 錄影機請暫停 不用嗎 不用嗎 我只能跟你講說 這是一個很棒的問題 科學家其實事實上 對這個問題 還是彼此之間有爭議 那因為這個也是 我自己本身研究的課題之一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自己專業結果出來之後的 Layman的版本 就是路人的解釋版本 可是結論真的 我自己個人是這麼相信的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科學家 都這麼相信的 OK 然後我在我結束之前 我忍不住要comment一下那個 國威剛剛舉的那個 草枝搖擺的例子 好 我要跟大家 我先擺帳過來 對 要回應嗎 我要跟大家講 不用回應 我只是純粹真的要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國威就講說 那個會去違反人性 然後剝開草叢 然後最後被吃掉的人 應該隨著演化有沒有 就不太容易存活下來 所以如果看到這種人 就要怎樣 因為他們是爭奇異獸 就是要對他們有一些尊敬 可是我想要跟你講的是 當你看到草枝搖擺的時候 你就去撥動它 這個叫實驗物理學家 還有另外一群人 叫做理論物理學家 理論物理學家 會做什麼事呢 理論物理學家 會邊膽小的往後跑 邊在思考 那裡面到底是什麼呢 會不會有可能是什麼呢 然後就開始寫下一堆方程式 發明微積分 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虐待其他 跟著他一起逃跑 存活下來的人們們 所以下次記得 要對實驗物理學家有敬意 對理論物理學家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這樣 我先問國威好了 好吧 那個我覺得泛科學的創力 其實對很多科學知識的傳播 然後特別是在台灣這一邊 都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想要問的一件事情是說 泛科學在整個華語界 它的滲透力目前有多大 會有些困境嗎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其實因為興趣也還蠻廣的 我發現在台灣 好像沒有一個相對應的 一個社會科學的這樣的一個網站 我發現在台灣 只要社會的議題一出來 到某 研議到某個程度之後 要嘛就是民進黨 不然就是國民黨 不然就是中國共產黨 就是 它好像非常容易的犯政治化 然後 一定要犯政治化之後 其實就蠻難理性的 在做一定的論述跟辯證下去 那我不知道說 這個在社會科學的部分 也有像泛科學這樣的一個 健壯的好的資訊交流平台嗎 好 感謝老師的問題 我快速回答一下 如果就泛科學 因為我們老實說 現在也還只有繁體中文的內容 所以說要說到華文事件 第一個情況是中國大陸那邊 他們 我們有把我們的動畫 跟一部分的內容 上傳到他們的平台 比如說他們有上百個影音網站 我們有上傳我們的動畫過去 然後特別在Bilibili的那個平台上 反應還不錯 因為可能有一些窄窄的科學在裡面這樣 然後在微博跟微信上面 表現就不是太好 因為我們沒有太認真經營 就是開了放在那邊 因為在中國經營內容非常的辛苦 大家知道嗎 連這個嘻哈都要被禁了這樣子 是中國有嘻哈才剛播完 然後嘻哈就要被禁掉這樣子 就很辛苦這樣子 這也是滿同情他們的 那當然他們的那個生態 跟網路產業跟內容產業的蓬勃 還是很棒的 這也是也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我們在那邊還是 能見度有限 但是在科學傳播圈 我們大概大部分人也都知道我們 然後我去中國交流過 其實在那邊的一些夥伴也都還知道我們 那我們也跟他們有一些活作 那但是我們可能在比如說香港 或是說在其他的華語圈 其實滲透率還滿高的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大概每個月大概會有100萬左右的 Visitor 100萬左右 那當然是不是 就是說 這100萬 並不是說都是台灣人 但總共在網站上 後台數據大概100萬 100萬不是什麼很大的數字 這個KBuds在旁邊 就知道這100萬不是什麼很大的數字 但是如果就那麼垂直那麼狹窄的領域的話 它還滿大的 所以我們才會說 它是台灣比較最大的科學網站 那這是第一個情況 所以說要說滲透率的話 我只能說 在座各位如果今天因為我的出現而知道 而知道了這個網站 那就是我的福氣這樣 如果你本來不知道 現在知道 那就是讓我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本來就知道 然後對我們有什麼意見 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直接跟我和我一起來到現場的 方向學主編雅琪來交流 這是很棒的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 我們能不能 剛才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社會科學 有 因為其實在泛科學出現之後 開始有越來越多社會科學類型的 這類型的網站出現 比如說有故事 它其實是講歷史學的 然後還有歷史學 歷史學 然後還有菜市場 政治學 巷子口 社會學 拔蠟人類學 法律白話文 超多的 然後就是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發現 這些知識的普及需要有人做 而且做起來流量還不低 大家還蠻喜歡看的 所以說這種東西越來越多 那當然 但是你說社會科學有沒有一個全部都一起的平台 好像沒有 對 因為可能 其實泛科學上也不是所有的科學都有 這樣子 我們還是有一些局限 但是我們的確是 只要是科學都可以涵蓋進來 但是我們的確會刻意的去偏向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 其實收穫也是非常大的 大概是這樣 是不是這個火花非常的棒 那還是要幫現場觀眾提問一下 現在換Gino了 因為剛剛講到滲透率 那這個問題可能會讓你有點難回答 那你就自己唸一下題目吧 他如果老闆在的話 這個問題你叫他怎麼回答 有一個同學問的題目是 你比較喜歡KKBOX Spotify還是Apple Music 這怎麼回答 如果老闆在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幾個面向好了 就是因為工作跟服務 這是兩回事 那我現在在這間公司工作 我還在這間公司工作 代表說我還蠻喜歡這間公司的 不然我就離開了 那所以第一個回答 假如是問工作環境的話 我是很喜歡這個工作環境 那我也很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其實蠻難得 可以想像一下 台灣其實是完全錯過了 網路Internet這個大不明的這個年代 就是過去的20年 其實整個網路環境 網路產業 整個大不明的這個熔景 我們完全錯過了 我們過去有抓到整個半導體 然後整個電子產業的不明 但是我們就錯過了 現在最新一波的不明 那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到台灣 有蠻多企業在努力的在網路產業 在想辦法在開創影片自己的產業鏈 那我自己看到 KKBOX的經營團隊在這部分 尤其是在幾位創辦人 幾位 Top Management Team裡面 他們是很有心很有使命感的 想要把這個生意 繼續往台灣以外的地方發展 所以例如說像從台灣出發 從2004年做了這個服務KBOX 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 他們做的第一個服務是KKMAN 在場可能很多人已經沒有用過KKMAN 可是我小時候上PTT 其實就是用KKMAN 然後到後來做了KKBOX 到現在已經做了17年 那從當初兩個Founder是Stanford的校友 也是兩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做到現在四十幾歲的爸爸了 還是很努力的想要把這個產業做起來 然後從台灣出發 現在我們在台灣以外 香港 然後日本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都有我們的Office 都有Lunch我們的服務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努力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那坦白講其實很困難很辛苦的 因為你想想看 在台灣你要找到一個高階優秀的半導體人才 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到處都是 因為台灣最優秀的公司台積電 它其實是全球知名 全球化規模的一個公司 但是你說在台灣找到一個頂尖國際級的 軟體網路人才 很難很難很難 因為所有頂尖的網路公司的headquarter 在亞洲的headquarter都不在台灣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 有這樣子的background 這樣子knowledge的人 其實是很困難 所以你要做這樣的生意 其實也是很困難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他們很努力在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其實是很敬佩這一點的 就是從一個十幾億人的公司 現在長到一個七百人的公司 從一個台灣出發的一個很土很土很土的台灣公司 現在試著想要變成一間國際化的網路公司 所以這個是我很欽佩 所以這是公司的部分 然後講到服務的部分 好 那我也順便問一下 在座沒有聽過KKBOX的舉下手好不好 應該大部分人都有聽過 好 那在座有用付費付音樂服務 然後付費是非KKBOX的舉下手好不好 好 幾個 然後有用KKBOX然後有付費過 KKBOX的可以舉下手一下 OK 好 那代表我們還蠻成功的 好 我很喜歡KKBOX的服務在台灣 相較於Spotify或Apple Music 那這是我的答案 那我會講一下為什麼 我很客觀的講一下 假如你今天是生在台灣的人 其實用KKBOX的benefit 會遠高過用Apple跟Spotify 除非今天的教育背景跟環境 你不是在台灣長大的 例如說隨便講 你可能用這個服務就沒有那麼的得心應手 那原因是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們是個台灣起家的公司 所以我們很重視台灣在地化的服務 所以例如說 大家都知道台灣人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去KTV 所以我們的服務就會有動態歌詞 因為這完全符合台灣人對於音樂的需求 他不只是聆聽 他喜歡有歌詞 喜歡唱 所以假如你們看過演唱會的話 你會發現假如是西洋歌手的演唱會 他的演唱會的螢幕是不會有歌詞的 但是你看台灣所有華人的歌手 不可能沒有歌詞 每一個演唱會 他在唱的時候下面都一定會打歌詞 因為這是完全符合華人 也是台灣人的聽歌的習慣 所以像我們的服務就會符合這樣子的 那另外一個講的更實際一點 例如說像我們就會辦很多的演唱會 包含我們剛在高雄巨蛋舉辦的 K-Bus的風雲榜的頒獎典禮 已經辦了第13屆了 像類似像這樣的活動 我們免費的邀請所有我們的付費用戶 透過抽獎的方式來參與這樣的盛會 就算你沒有拿到票 你也可以透過網路的直播來 觀賞一年一度所有華語圈最大牌的歌手 唱歌給你聽 類似像這樣的服務是我們 很深度的在台灣這個地區 想辦法扶植台灣這個產業鏈 所以你想想看 現在你們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手 其實跟過去五到十年其實是一樣的 張惠妹 周杰倫 五月田 其實你想想看過去這一兩年 你有看到什麼大牌的藝人 從台灣出發 變成至少在華人圈的巨星嗎 其實沒有 我們現在都在吃音樂的老本 那這個其實是令人擔憂的一件事情 當我們 因為音樂這個東西是文化的縮影 所以我們會聽西洋的歌 我們會聽日本的歌 是因為文化上面 美國 日本的文化是強勢文化 所以我們會聽他們的歌 那東南亞的人也會聽美國的歌 那從過去十年你最明顯的例子 感覺到一個文化崛起就是韓國 二十年前我小時候 根本不會有人聽韓國歌 不會有人唱韓國歌 可是現在就你身旁周遭的朋友 大家都在看韓劇 大家都去聽韓國人的歌 大家都去參加韓國人的演唱會 票瞬間都秒殺 因為韓國文化從一個弱勢文化 在過去的二十年內 他們變成一個強勢的文化 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台灣過去在華人圈 相較於中國大陸 我們是一個極度強勢的文化 主導的地位 但是你會發現 就是說中國有嘻哈 這個節目起來之後 你會竟然發現 原來我們從極度強勢的文化 開始變成相對比較平衡 會不會再過十年 我們反而變成是文化的輸入國了 我們已經不是文化輸出國 以後會不會我們都要聽中國人 中國的大陸的歌手唱他們的歌 我們不會有台灣本土 自己一線的國際舉行的 這其實是我們所擔憂的地方 所以我們做很多很多事情 是希望可以扶持這件事情 導致讓台灣在音樂這個很unique的position 還是在華人圈有一個很強很強的主導的地位 我們希望台灣的定位 我們不會像中國一樣是個泱泱大國 有極大的內需市場 極大的消費族群 就像美國的地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變成像英國一樣 我們的內需市場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在自己的文化 還是有保持一定的獨特性 所以例如說像英國 它還是有像Coplet Athel這樣子的國際的巨星 可以把他們的文化輸出到美國去 我也希望在未來的10到20年內 台灣可以變成下一個英國 在華人的市場裡面 我們擁抱中國市場 我們可以去中國市場賺錢 我們有自己獨特的魅力 跟文化的影響力 在中國 甚至在東南亞 那韓國是一個很好 我們可以效仿跟學習的對象 我們能不能有一天 也像那樣有一個文化的主導的地位跟能力在 這個是我覺得在這間公司 或是我們的服務 我們希望可以帶給用戶的 而不只是單純像Apple或Spotify一樣 單純只是一個聆聽音樂的一個頻道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為台灣 為整個音樂圈做更多的事情 謝謝 有沒有被感染到 其實Gino剛剛講的就是 我那時候在採訪他的時候 KKTV的總裁就說Gino是一個造夢者 當大家覺得自己跟夢想離得 越來越遠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就有人要問秀豪老師了 請問林秀豪教授 當實驗做不出結論 而感到人生絕望 山窮水盡時 該如何面對突破瓶頸 並調適心情呢 請作答 那你就可以轉來做理論這樣 太言簡易改了 調適心情呢 我開玩笑的 那其實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case by case 有些時候 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談過戀愛就知道 人生其實就是一連串的選擇跟決斷造成 當你今天跟 比如說 在年輕的時候 你跟一個女生談戀愛 不可能是天作之河 只有出現在賀詞裡 跟你被性賀爾蒙 就是激發到失去理智的時候 你在正常的狀態底下 這世界上是不會有一個人 他就跟小說走出來 跟你是靈魂的伴侶 然後你無論講什麼 然後你就發現你們永遠都只存在 共振的狀態 沒有這種東西的 那所以 當你在談戀愛的時候 永遠都有個掙扎 就是到底我要妥協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可以成就一段 人生很美麗的風景 還是 我應該怎樣 另起爐灶 然後就在這邊談分手呢 好 那這個其實真的是沒有確確的答案 就跟 有些時候 你今天這個實驗 我可以很勵志很陽光跟你講說 你只要一直堅持到最後 總是會怎樣 總是會波得雲開對不對 那真的是騙人的 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們的課本裡面有一個 超讚的勵志文章叫李白 就是在年輕的時候到處晃來晃去有沒有 然後有一次看到一個老婆婆在磨鐵杵 李白就問她說你想幹嘛 我真的覺得這個文章本身的寫作有沒有 是很有創造力的 她就說我要做繡花針 我要是李白 我應該是立刻在旁邊笑到就是肚子痛 沒有想到李白就get inspired 就原來人生就是這樣 這有個婆婆她打算把鐵杵磨成繡花針 那我是不是應該也要善用我的才能 可是這個都是騙人的嘛 我記得那時候我是小學生 我因為這件事情被訓導處 那時候不叫學務處 那時候叫訓導處 社會氛圍有點不太一樣 我就問老師說 可是鐵杵怎麼可能磨成繡花針 而且做繡花針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為什麼一定要拿一根鐵杵去磨 這不是很浪費嗎 就一根鐵杵 最後只磨出一根繡花針 那繡花針應該很貴啊 因為無論從材料跟人力都是這樣 所以你問的這個問題 我真的沒有辦法沒有細節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答案 我只能說 其實可能可以真的多reach out 然後就跟Gino講的 talk to professionals 就你身邊的資源 或是說如果你以後要跟我聯絡都可以這樣 就說只有到了解細節才知道說 什麼時候其實你只是碰到一時的情形 一時的困境 心臟放大顆一點 不用跟著情境 不用跟著困境一起共舞的話 你就發現人生很難有困境 真的 可是有些時候 其實人生該決斷 該其實事實上放棄的時候 就是得要放棄啊 人生其實之所以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於你問一個問題 它沒有確確絕對的答案 所以我希望我剛剛這個有點搞笑 又漫長的答案 希望至少有稍稍的 問這位問題的同學 找到一點點出口 就別灰心 我會覺得其實你的問題 不是這麼的unique 可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一個最終沒有繼續留在物理界的人 可能曾經碰過這個問題 比如說楊正寧在年輕的時候 也碰過這個問題 那他當初想要做實驗 然後就一直碰到困境 如果旁邊有一個跟他講說 李白看到老婆婆 鐵楚磨成修化症的故事 楊正寧還真當真 就開始繼續做下去的話 我們可能就不會有很多科學上 非常漂亮而美麗的突破 所以楊正寧後來放棄了 他放棄了實驗 然後他真的轉來做理論物理 然後就在另外一個平行宇宙 拿到了諾貝爾物理獎 然後對 快樂過他的人生這樣 所以人生其實是真的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有些時候放棄不代表是 就你人生的挫敗跟你放棄不代表它就是絕境這樣 那怎麼做出確確的判斷其實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 謝謝 很棒很棒 其實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場子有第四位隱藏版的講者 他是我們這個活動能夠順利辦成物理學會的理事長 也是台大教授 沒關係我們請教你一個問題 這也是民眾的問題 林敏忠你什麼時候來了 我什麼都沒看到 隱藏版 可以提問嗎教授 他說呢 學物理是專注於課堂的訓練 還是要多出去參加比賽做實驗呢 等一下 你講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一定要站起來講這句話 我剛剛不是講了那個草字搖擺的故事嗎 現實就贏 林聰他是一個實驗物理學家 你要想想看 他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 就是會去撥開草叢 最後還 後發現是獅子 然後跑到現在最後終於殘存下來 我們是不是在他回答之前 全場先給民眾教授一個熱烈的掌聲 等一下 你們這個是盲蟲 你根本不認識我 你為什麼在 為什麼鼓掌 群眾的那種 那種盲目的力量 其實是很可怕 這種問題就是典型 對不起 就是主流媒體的問題 讓你二者選一 那其實你兩者 對我來說就是說 你覺得課堂有去的時候 你就去上 那沒去的時候 你就到外面去尋找 另外一個人生這樣 兩者本來就可以兼顧了 為什麼要從一而終 從頭到尾都是在外面閒晃 或者是你要到課堂上 從頭到尾都要出息率百分之百 那這個其實是以前 我們都不是都這樣過了嘛 對不對 對 有一個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最近我有一個跨領域的計畫 那其實這個百款的意思 其實就是跨領域嘛 某個角度 那其實我站起來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表情 就是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在那邊就有壓力 就不能隨便講 我隨便講 我想很簡短 因為我最近其實參與了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是跨領域的工作 那當時那個惠譽在推這個 百款物理人的時候 我覺得我沒有跟大家講什麼 之前他是independent 他就想到這個idea 其實很符合我們做物理訓練的 基本的訓練的 然後出去外面 事實上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做大數據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做KKB 我曾經是會員 後來沒有時間去update 他問我錢就被人賺去了 這樣 那我在要說的是 其實在我們這社會有很多 很叫做呆板的印象 是認為你學什麼 或者是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就應該怎麼樣 你是實驗了 就是不能夠做理論 理論意義很差對不對 秀好常常都很懷疑我理論很差 然後或者我是覺得做實驗的人 就覺得理論本來就是會弄壞電腦 會弄壞儀器 我就在社會我們有很多刻板的印象 可是想想看我們在小時候其實是多元的 你小時候其實什麼都喜歡摸摸 對不對 那你以前問很多問題 那慢慢上小學的時候 你慢慢就被巡化 就慢慢就被巡化 那上國中的時候 就被軍事的巡化 對不對 你就問什麼問題 老師說這個制度就要 明天進度就要改人 這個東西會妨礙我們的教學 妨礙別人的學習 所以你慢慢就變得很silence 小學是你被人還沒聽清楚問題的時候 你就舉手 然後再問說你問題是什麼 為了拿薑品 對不對其實我小孩子是這樣 那到國中的時候問了半天 沒有人要回問題 然後大學的時候更是如此 我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很希望學生提出很多問題 那你問完就自己很尷尬了一笑 就說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回想一下 你回到你最原始的 其實你不是一個真正的 在座各位有很多不是物理人 也不是電機人 也不是理工人 也不是所謂的哲學的 也不是一定要新聞所畢業的 你就是一個完整的你的人 你受了一些專業教育 並不代表你在其他的領域裡面 你就被閹割了 對不對 好像你這個你也懂 你學物理怎麼可能懂這個 就是我們寫一些 比如說經濟的或者是政治 如果你Google我的名字 可能最近會看到 在媒體上有一些文章 對你會覺得說你怎麼會懂這個 我們對人有一種 莫名其妙的期待跟自我 對自己有一種自我設限 那我覺得如果你能打開這個部分 去appreciate enjoy 不同的白款物理人 我們現在只是舉一個白款物理人 其實有白款的這個社會人 白款的不同的人 那我相信你會發現 你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你自己可以找到答案 就不需要這幾位白款物理人 坐在那個黃色的椅子上 藍色的椅子上 然後去回答你們的問題 你自己可以回答自己的問題 然後提出挑戰 然後你自己有一天 事實上也當然 你也可以坐到前面去回答別人的問題 這其實是我的很大的一個期待是 每個人事實上從自己可以問問題 自己可以回答問題 然後去question 去question很多問題 那回到我們最原始的部分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白款人 不管你是不是物理人 你本來就是白款人 好我就簡單這樣講這裡 要不然我會講兩個小時 OK 謝謝理事長 謝謝林教授 那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們最後請三位講者總結 也許一個人一分鐘 對所謂的白款物理人 無限可能這個部分 給大家一些期許或者是一些想法 好 那我是清華大學物理系林秀好 其實我真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其實對這個世界 其實就跟敏聰剛剛講的 你不要自我設限 然後你知道你自己 試著去把你自己能力的測險抓出來 試著去追尋其實你自己覺得自己的質感 價值觀 你的好奇心在哪裡 把一兩件事情做好來 有些時候我倒不敢說是無限的可能 因為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是到我死之前 我可能都還是難得 所以很顯然它其實並不是無限的可能 但是你可能會看到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生的風景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棒 所以跨領域可能最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要從心裡面開始 你不把自己先放在一個領域 那你就會發現 你就默默的就跨了領域 因為你可能從來不覺得自己在跨領域 是其他領域的人發現你跨領域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對我自己個人來講 你只要能夠一直保持著充沛的好奇心 然後再加上適當的努力 我不敢說你一定就是有無窮的可能性 但也許有可能 你能夠接近自己的最好的版本 謝謝 謝謝 我要謝謝林教授 因為他是我大三量子物理學的教授 教授應該已經忘記我了 大概十年前的事情 有上課齁 有上課 差點被盪掉 沒有 我覺得 就胡瑩剛剛教授有講的 我覺得 真的就是 你 我覺得第一個大家先問自己 我自己也花好多時間 才有一些 比較模糊 比較初步的輪廓 就是 你必須要秉除 剛剛你們 大家貼的標籤 你是物理系的 所以你一定要這樣 那時候 我記得我大三生大四的時候 我跟我媽講說 我沒有想要考研究所 她整個就忍住我 你現在想我爸媽是 傳統的國小老師 然後 她兒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台大 然後念了一個很好的學系 然後她今天跟她講說 她不想要你研究所 然後她也不知道她要幹嘛 的時候 加上你身為爸媽 你應該也就是會很緊張 然後說為什麼你不念研究所 你就申請一下就好啦 台大五眼所很好申請的 可能是那時候啦 對 就是 可是那時候你會知道 至少第一部分 你會知道 OK 你不喜歡什麼 這可以正面表列 好 這個我不喜歡 可是下一個你要回答是 那你喜歡什麼 可能很多人就沒辦法回答 你喜歡什麼 所以 當你要回答 你要喜歡什麼 其實是一個人生很大的一個課題 就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那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你要去試很多 你可能不喜歡的事情 因為你不喜歡 你會很快就知道你不喜歡 那你就可以正面說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那最後你就會 這個好像可以 然後再多挖一點 這個好像真的很不錯 你就會慢慢的發現說 OK 這個其實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交朋友 我喜歡跟人互動 我喜歡很新的知識 我喜歡技術的東西 我喜歡科技對人們造成的改變 造成的改變 我喜歡這些東西 我喜歡商業上面的談判 這是我喜歡的東西 那喔 原來我喜歡這個這個這個 那我喜歡這個東西 可以讓我做什麼 我去 study 所以在 before你們大家在想說 我下一步到底要幹嘛 我畢業之後到底要幹嘛 我現在做這個工作 我做得好痛苦 我到底可以幹嘛 的時候其實去 study 到底你喜歡什麼跟你不喜歡什麼 不要 因為我是物理系 所以我只能出國念研究所 因為我是物理系 我只能走理工 我一定要當工程師 我一定只能進台積電 我只能 我一定要領很多的薪水 因為我在台積電工作 其實不是這樣 你可以 你可以不見得要 follow這些入我 其實最終就是問你到底 自己喜歡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在呼應這個主題 就是各式各樣白款物理人 或白款的人 最終你就問自己你喜歡什麼 然後確認好之後 試著把你那個自己的極限推到最大 那就像活應領教的時候 最後那可能就是一個 perfect版的你自己 不見得跟別人一樣 不見得有到別人那樣的高度 但那個是你最好的狀態 你會很享受那個狀態 謝謝 謝謝 如果你要成為白款人 幾乎是只有通過物理才有可能 因為身為物理學會的理事長 我一定要講這個 其他的話你變成只有一款人 然後兩款人 你就走別的路 那今天可以看到物理這麼多元 他其實是在他的訓練過程當中 給你很多開放 自我挑戰 所以他才有可能 否則我們這場就白辦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一定只有物理才有可能才會白款人 OK 謝謝各位 謝謝 物理在前面 上面這邊是得獎的 參加有愛因斯坦特展門票 還有手機環跟雷射雕刻 待會都可以在外面頭領獎 那領獎的時間到5點10分 所以要把握時間 謝謝大家